北南乡长许文献说 温泉村人数1400人 但55岁以上长者的比例高达20% 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高龄长者 他们平常都是独居在家 柏林关爱协会与俊阳基金会 在北南乡温泉村活动中心 合作办理的照顾关怀据点 5月15号上午街牌启用 透过关怀据点的服务 希望社区的长辈都能够得到照顾与关怀 过有快乐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